鴻海在2022年全年合併營收創下歷史新高的6.62兆元 也成了台灣首家年營收超過6兆元大關的企業 寫下台灣企業界新記錄 意氣風發的鴻海在全力衝向電動車未來的路上 出現了第一次的無情打擊 2022年鴻海砸下1.7億美元約折合台幣54.2億元 所轉投資的美國新創電動車廠Wardstown Motors 好不容易有鴻海資金挹注後 順利量產全新的電動皮卡車 這也是鴻海MIH電動車平台所合作量產的電動車 沒想到才剛交車三個月就傳出召回訊息 也連帶使得鴻海的股價遭受拖累跌破月線 在2月24日下跌1.94% 中廠收在101元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或許先別急著定論是否是鴻海的問題 因為根據美國新創電動車廠Wardstown Motors 主動發文給美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局的內容表示 量產的電動皮卡車由於出現電路連結問題 可能導致車輛在行徑間失去動力 因此決定進行召回 而且問題就出在工廠的組裝產線 因此為在俄亥俄州的工廠即日起暫停生產 根據了解目前量產的31輛電動車 將召回19輛電動皮卡 如果只是產線組裝出現瑕疵 未必一定是鴻海的MIH電動車平台出現問題 根據路透社報導 目前鴻海尚未對外作出回應 但鴻海已經積極向這家美國電動皮卡工廠 釐清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只是也連帶使得鴻海股價受到牽連 這也是鴻海宣布跨足電動車領域後 轉投資出現的第一起新車召回事件 鴻海在2022年底耗資1.7億美元 收購美國新創電動車廠Lordstown Motors18.3%的普通股 以及新發行的優先股 不只成為最大股東也取得兩席董事席次 這也讓一度深陷財務困境的Lordstown Motors獲得新生 也可以繼續生產旗下第一款電動皮卡新車 但車輛召回事小 整個產線停產那可就非常嚴重 如果不能儘快解決問題 好不容易起步的電動車事業 恐怕會面對更大壓力 加上這家車廠將在3月6日財報會議上更新近況 加上Lordstown Motors股價重挫11.38% 也拖累鴻海失守月限 其實鴻海挑戰造車事業可不只電動車而已 鴻海集結旗下轉投資事業能量 所完成首顆自製低軌衛星珍珠號 預計2023年升空 這是台灣民間企業第一次製造出低軌衛星 這不只是台灣航太重大突破 有了低軌衛星也能讓鴻海未來打造自駕車有了更深的基礎 另外鴻海跟玉龍合作生產的納智節電動車N7 除了將在今年第四季正式量產明年第一季交車 目前面對成本高漲的狀況下 卻又得堅守住去年喊出的百萬元有找的電動車清明價格 納智節跟鴻海本身只能用讓利的方式尋求突破 這次鴻海轉投資的美國新創電動車廠發生車輛召回事件 或許不一定是鴻海MIH電動車平台出現問題 而是單純美國組裝產線有瑕疵 卻也讓鴻海在造車路上出現了第一次的受創 不只股價受到連累 這樣的消息也會讓消費者出現微幅動搖 也讓未來鴻海電動車之路出現些許陰影 感謝您的豬哥支持 中天車想家專屬的YT頻道開播了 不要往Youtube上面搜索中天車想家 或是輸入atcticar就是cticar 就能夠找到我們喔 每週一 每週五 晚天九點最新的影片上架 每週三 套東達早點店 豬哥陪你一起來直播 力挺中天 別忘了幫中天車想家專屬YT頻道 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定點中天 支持中天 別忘了支持中天車想家專屬YT頻道 我們等你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